女高中生低头走向前突然她停下脚步 抬头对着台北上讲完说了一句话 市长我是 没声音的画面靠嘴心来还原 市长我是Yakira 这时看前方的贾市长表情瞬间变了 赶紧跟女学生握手 今天这位高中生嘴角尝不出笑容 还加码这样做 蒋市长亲自拿起她的手机来张自拍 为何说这位女学生这么的特别 东森新闻独家掌握 她跟签名竞争者响应市长I区活动后 脱颖而出 让蒋万安亲自致电对她说晚安 这位市长蒋女孩坐在台下时 早就想好要怎么跟蒋万安自我介绍 我要跟她比爱心 我会跟她说市长我是Yakira 因为她在最后说如果我碰到她 我要跟她说我是Yakira 听到这话很想八卦一下 女高中生为何当初要追踪上IG 原来 是因为她的外表还是她的内在 因为她很帅然后 忍不住手折住脸 Yakira讲到一半点红红 妈妈见状补充这样讲 在外面接到电话 我们都很开心这件事情 因为主要是我们家也都是蒋市长的铁粉 蒋粉跟蒋市长相见欢 这西票机的魅力有多旺 市长班市长讲有人万安警报 有人喊要签名 两年后将万安拼连任的青年票 目前看来台北选情 一切万安 同学李俊刘教在台北采访